难怪桃花岛灭亡了 你看最后一任岛主是谁 被一开国皇帝所杀 倚天屠龙记是射雕三部曲的完结片 在这个末世时代 郭靖黄荣为了保卫襄阳城 带着郭破鲁一起战死沙场 与此同时 杨过小龙女退出了这个 纷纷扰扰的江湖事件 作为古墓派的传人 黄山雨仍关注着武林中的风吹草动 屡屡旧张无际于危难之中 不过桃花岛一脉似乎就此断了传承 其实戏读过倚天屠龙记的朋友会发现 倚天时代有这么一位高手 他就是桃花岛的最后一任岛主 此人正是名叫的光明左使杨潇 首先杨潇俊朗潇洒一正一邪 加之杨潇聪明机智又精通琴棋书画 如此风格的确像极了东斜黄药师 当然仅凭这些就说杨潇是桃花岛 传人显然还是缺少一句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 杨潇竟然会桃花岛的绝学弹指神通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潇见那丝头乌鹰上自盘旋未去 四翔等众人抛下一米亭后 便飞下来啄食他的尸体 从地下拾起四粒小石 痴痴连弹 丝头乌鹰应声落地 每一只的脑袋都被小石打得粉碎 无独有偶 金庸还这样写道 那四人抬了被点中穴道的同门回来 正在设法替他们解制 只听着痴痴凉响 两粒小石子涉浆过来 带着破空之声 直冲二人穴道 当时替他们解开了 却是杨潇以弹指神通返运 致使典学的功夫 你看 金庸的言下之意非常明显 杨潇这门将石子击射而出的绝招 正是桃花岛 绝不清理外传的弹指神通 笔者为何要加一个绝不外传 原来早在神雕时代 黄药师就打算将弹指神通传给杨过 好让他击败不可一世的李莫愁 可弹指神通非同小可 若不是黄药师的传人 他又怎会将这门绝技倾囊相授 金庸是这么写的 杨过跪下地来 拜了八拜 叫了声 师父 知黄药师传授武功 是要自己带雪里莫愁接铁上十六字之辱 就非得有师徒名分不可 如此看来 杨潇之所以会弹指神通 恰巧证明了 他就是桃花岛的传人 不过遗憾的是 杨潇虽然练成了弹指神通 也将明教的乾坤大挪移 自行冲到了第二层 但明教和桃花岛这两个帮派 都毁在了杨潇之手 在一天屠龙记的末尾 朱元璋借着赵敏蒙古人的身份 大做文章 非要张无忌在女人和兄弟之间 做一个抉择 张无忌早已厌倦了江湖的世事非非 他心灰一冷之下 带着赵敏远赴蒙古 临走之时 将五目一书传给了徐达 将明教教主之位传给了杨潇 金庸写道 后来杨潇虽既认明教教主 但朱元璋语义已成 同兵百万之众 杨潇又年老德伯 万万不能与他争帝皇之位了 朱元璋登基之后 反下令严济明教 将教中腾立大功的兄弟 禁家杀戮 常遇春阴病早死 徐达终于不免于难 原来张无忌走后 明教的朱元璋趁机招兵买马 四处开疆拓土 不仅将蒙古人赶出了中原 还醉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登基之后 忌惮那些功臣就将 将明教里的兄弟禁家杀戮 一个禁家证明 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毫不留情 就连明教第35代教主杨潇 也死在了朱元璋的手里 杨潇一死 明教桃花岛两大帮派 就此断了传承 不管是在孝傲江湖 还是在陆顶记里 读者们再也看不到 谈指神通这门神功了